第七百五十八章,嘲笑仙尊节,仙界,禁忌山脉深处,方圆数百公里,一片废墟,凌风傲立在废墟之中,仰头看着上方汇聚而成的紫色雷霆,宛如无数条互相缠绕的雷龙在疯狂地咆哮着,雷龙张牙舞爪,伴随着阵阵轰鸣声不断翻滚,扭动,一股股毁天灭地的气息散发出来,如果有见多石膀的修道者在此,必定会认出,空中那汇聚而成紫色雷霆,乃是仙尊节中威力最大的 紫霄神雷,能够激发出紫霄神雷的渡劫者,天赋之高,绝对是凤毛灵脚般的存在,至少在诸天万界,还从没有人能够激发出紫霄神雷,站在废墟中的凌风心想,世界末日也不过如此吧,前面的三波攻击都被轻易扛了下来,最后一波,凌风能感觉到强烈的威胁,即便肉身达到了不破惊身,也无法完全抵御如此恐怖的紫色雷霆攻击,不过凌风已经习惯了,自从踏入修行以来,哪一次渡劫,不是最厉害的,连区 连区雷劫都过不去,将来怎么超越仙王境,超越不了仙王境,还怎么复活玄女师妹她们,你阻止不了我,凌风淡淡地说道,轰隆隆,紫霄神雷打出一声轰鸣,似乎在回应,那就来吧,凌风怒吓,声音如红中一般,响彻天地之间,眼神中充满了坚定,随着这声怒吓,身体猛地拔地而起,冲向天空,速度极快,直奔那紫色雷霆而去,轰隆隆,紫霄神雷受到挑衅,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似乎被激怒了,带着无尽的威严和力量,同样怒吼着轻歇而下,那紫色雷霆闪烁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天空 双方在空中相遇,瞬间激起了无数道绚丽多彩的光芒,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凌风的身体与紫霄神雷相互交织,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碰撞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波,向四周扩散开来,掀起一阵狂风咒语 即便先尊敬强者看到这一幕,恐怕都要心生胆怯,不敢像凌风这般主动出击 废墟上空,紫霄神雷将凌风吞噬,等到一切风平浪静 最终形成一个巨大紫色雷球,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 从外表看去,雷球异常平静,没有丝毫波动 实际上,其内部却是另一番景象,完全是一片雷霆的海洋 无数道紫色雷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毁天灭地的画卷 凌风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肉身暴露在雷霆海洋之中,视身裸体地站着 身体完全沉浸在无尽的雷光之中,仿佛与之融为一体 无数道威力惊人的紫霄神雷,如狂风暴雨般不断披落在他的身上 每一道都蕴含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遭受如此强大雷霆攻击,凌风没有丝毫退缩或畏惧,眼神坚定而决然,早已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 原本完美无瑕,坚不可摧的肉体此刻已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深深浅浅的伤痕 伤痕交错纵横,令人触目惊心,凌风不为所动 虽然不破惊身无法抵抗紫霄神雷的猛烈攻击,却能在受伤第一时间使其快速恢复 不至于让伤势累积起来,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只是即便能恢复,凌风也要经历巨大的痛楚,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雷球中,紫色雷霆肆虐,凌风如暴风雨中的一棵树 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宜然不动,肉身早已皮开肉绽,也毫不在乎 眼中透露出坚定得信念,心中不断地重复一句话 差一点,还差一点,只差一点了 一个时尚后,天洁的力量逐渐减弱 雷球已经无法维持,慢慢露出里面的凌风 尽管身上的伤势深可见骨,看上去甚是吓人,脸上却没有一丝痛苦 反而露出一抹无奈之色,嘴里喃喃自语 爱差一点,终究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怎么就结束了呢? 空中的节云开始散去,说明天洁被成功渡过 等到雷节彻底结束的那一刻 凌风就将踏入无数修道者梦寐以求的先尊之境 成为和他师尊李玉良一个级别的强者 甚至论实力,全盛时期的李玉良都不是其对手 天洁的散去,让凌风很是不甘心 因为他的不破惊深已经到了临界点 只需再有一点外力来辅助,就有可能更进一步 突破到四大惊深的第二个阶段,不坏惊深 可惜在最关键的时刻,天洁就这么没了 那种只差灵门一角的感觉,令人难以接受 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凌风脑海中在不停地思考 希望能找到解决之法 可是以目前的情况,基本是无可奈何的 眼看天空中的节云快要消失殆尽 最后时刻,凌风心一横 仰望着天空,嘴角露出一丝绩笑 用嘲讽的声音大声说道 堂堂仙尊杰也不过如此而耳 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真是令人失望 我看以后别叫仙尊杰了 威力太弱,根本不配 不如叫狗屁杰吧 这个名字我觉得还行,很适合 哈哈 一阵猖狂的大笑响彻天地间 嘲笑仙尊杰的软弱无能,威力太差 敢辱骂天杰,凌风绝对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 其他修道者杜杰都巴布得快点结束 然后踏入新的境界 凌风反其道而行之,想让天杰继续 助他肉身突破不破惊身 到达四大惊身的第二阶段 不坏惊身 毕竟一旦错过此次机会 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时机不是常有的,稍纵即逝 其实凌风也不知道辱骂 嘲笑仙尊杰有没有用 临时起一把了 死马当活马一把 做出最后的努力 实在不行,他也没办法 天杰又不是人为能控制的 就在凌风大笑之际 原本快要消散殆尽的杰云 近期神奇般的停止了 仿佛能听董凌风话中的意思 或许是天杰感觉到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轰隆隆 一声惊天动地的雷暴过后 消散的杰云居然再次汇聚 速度之快 紧紧眨眼功夫就将整个天空遮住 第759章 双双突破 凌风发现了情况不对劲 大笑声戛然而止 呆呆地望着再次汇聚而在一起的杰云 好像抵当当的还要嘿 说明杰云更多 更厚 心中突然涌现出一丝悔意 是不是说得太过分了 同时也处于极度的震惊之中 天杰竟然能听懂自己的话 知道自己在侮辱他 嘲笑他 怎么可能 假的吧 仙尊杰又不是生命 如何能听得懂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 容不得凌风质疑 刚刚明明已经快要消失殆尽的杰云 确实在听得到他侮辱性的话后 再度凝聚起来 并且比之前还要可怕 自己的身体能承受比刚才更恐怖的雷劫吗 凌风不仅有些底气不足 实在是经历过一次仙尊杰之后 体力已经消耗了大半 再来一次的话 真的有点勉强 关键是 此次凝聚的杰云数量 明显比刚才要多得多 威力肯定也远胜以往 估计是听到了自己的话 彻底愤怒了 所以 接下来要度的 是加强版的超级仙尊杰 连续度两次天杰 一次比一次强 古往今来 恐怕也只有凌风一人 有这样的待遇 真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 看着遮天蔽日的杰云 凌风知道 躲是肯定躲不过去的 心中的那一丝悔意消失不见 既已如此 何必去后悔纠结呢 现在就算对着天空道歉 杰云大概率也不会消失 还不如硬着头皮上 只要仙尊杰 能助自己的肉身 突破到四大精神的第二个阶段 不坏精神 哪怕再来几次天杰 自己又何惧之友 错过眼前的机会 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一定要成功 想清楚之后 凌风眼中充满了疯狂之色 干脆就让暴风雨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他倒要看看 区区一个天杰 能强到哪去 什么狗屁仙尊杰 不过如此而已 就这点威力 也想阻止我踏入仙尊境 简直是痴人说梦 敢在我凌风面前装逼 今日我就破了你这仙尊杰 凌风仰头大喊 声音回荡在天地间 回应他的 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雷暴 轰隆隆 哈哈 虚虚仙尊敬而已 你以为你是仙王杰呢 敢在我面前嘚瑟 小夕我灭了你 凌风畅快地大笑出声 轰隆隆 轰隆隆 一连串的雷暴声响起 紧接着 紫霄神雷凝聚完毕 全部倾息而下 凌风整个人拔地而起 迎着落下紫霄神雷 冲向天空 速度之快 眨眼间 两者再次碰撞在一起 刚一接触 凌风就感觉自己的身体 快要散架了一般 威力绝不是当才的雷杰可以比你的 至少强了十倍不止 剧烈的疼痛席卷全身 让他忍不住发出一声嚎叫 啊 嘴上却依旧不肯吃亏 爽还不够再来 轰隆隆 不够不够不够 跟挠痒痒没什么区别 有本事就再猛一点 你可是人人谈之色变的仙尊杰 别让我看不起你 随着凌风刺激性的话 不断从口中说出来 雷霆的威力越来越强大 如今已然强到 连普通仙尊镜都不敢靠近的程度 处之急伤 敢像凌风那样 赤身裸体站在雷霆中心 几乎必死无疑 这一幕若是被别的修道者看到 肯定会吓得魂不附体 原来杜杰还可以这样躲 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 别看凌风嘴上说着不够 实际上他的情况并不是很好 浑身是伤 每一道伤口都皮开肉绽 身可见骨 说话的同时 口中还不断地喷出鲜血 整个人看上去非常的凄惨 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对此凌风毫不在意 身体的疼痛几乎让他昏厥 在这个时候 要是挡昏过去 后果不堪设想 说不定会被紫霄神雷 直接轰成飞灰 连一点渣渣都不剩 凌风深知这一点 全靠一股意念在支撑 快了 快了 肉身快要突破了 一旦肉身突破到不坏精神的程度 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问题 都不再是问题 加强版的超级天尊节 也奈何不了自己 还能不能再强一点 凌风近乎疯狂的大喊 口中的鲜血喷出数米开外 迎接他的是一道道威力爆棚的紫霄神雷 能轻易劈死一位普通仙尊敬强者 全部落在凌风的肉身上 咔嚓 宛如玻璃碎裂的声音 在凌风体内响起 在紫霄神雷不断的肆虐下 肉身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恢复 这一刻 凌风不再出声 也不再刺激仙尊节 静静地感受着肉身的变化 四大精神的第二阶段 不坏精神 成功突破 仅仅片刻功夫 肉身居然恢复如初 尽管紫霄神雷还在落下 却已无法伤其分毫 凌风将右手抬到胸前 微微用力 握紧拳头 简简单单的一个动作 四周的空间都扭曲起来 可怕至极的力量 这就是四大精神的第二个阶段 不坏精神吗 好强大 凌风觉得 现在的自己 或许能一拳打死一个普通仙尊敬 目的达到后 便不再言语刺激天节 右拳对准天空 一拳轰出 空间破碎 紫霄神雷全部被阻挡 谢谢将助 你可以离开了 凭现在的你 伤不了我 凌风淡淡的说道 话音刚落 空中的仙尊结 竟真的不再落下 结云也在快速散去 片刻攻凤 黑压压的天空 瞬间变得晴空万里 结束了 此次杜结 凌风不仅修为成功 踏入仙尊之境 肉身也达到了四大精神的第二个阶段 不坏精神 收获大到难以想象 刚出昆虚境的时候 面对仙尊结强者 凌风唯有施展行字密跑路的份 现如今 仙尊境 普通的也就一拳一个小朋友 厉害的仙尊后妻或者巅峰 凌风也有战胜对方的信心 就算遇到半步仙王境 都可以战 总之一句话 仙王不出的情况下 已不惧任何人 哪怕是仙王 想杀自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毕竟九字真言密法的行字密 乃是不受时间、空间、法则限制的密法 想走的话 连仙王都没有任何办法 第七百六十章 宋宝 肉身达到不坏精神 修为也突破至仙尊境 凌风感受着体内那近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嘴角勾勒出一丝笑容 原来这就是仙尊境 果然很强 怪不得是修道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到了仙尊境 已经步入了强者之列 除了魔狱之外 诸天万界哪里都可去的 小心一点 魔狱亦可踏入 九字真言密法之一的杭自密施展出来 身影瞬间消失在原地 下一刻出现在天侧府逍遥风 天侧府的防御阵法 对凌风没有任何作用 这就是杭自密的强大之处 不受时间、空间、法则限制的密法 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凌风想的话 甚至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诸天万界任何地方 包括三大圣地 妖族和龙族祖地 以及魔狱禁地 不过这些地方都有先王敬强者作证 很容易被发现 凌风再怎么自信 也不敢说面对先王敬强者而毫不畏惧 毕竟修为差得太多 即便不坏今生都弥补不了那么大的差距 就目前来看 还是尽量避而远之为好 免得出现无法控制的意外 从闭关之地走出 春花正守在外面 在凌风闭关期间 四位侍女会轮换守护 以免自家少爷出关的时候 第一时间找不到人 少爷 您出关了 春花立即迎上去 嗯 我去见师尊 你们守好家 凌风淡淡地说道 是 少爷 春花看着自家少爷离去的背影 总觉得有很大的变化 具体哪里 又说不上来 他根本不会想到 之前见到的是凌风的分身 现在是真正的本体 而且 修为和肉身双双突破之后 整个人的气质都会不一样 凌风先是见了二师兄欧阳巡 身为天策府的画室人 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天策府的琐事 其他师姐师兄 则基本都在闭关修炼 从二师兄那里得知 师尊在养伤 看来还没有解决掉体内的默契 想了想 凌风独自一人去了李玉良养伤的地方 欧阳巡自然也看出了凌风的些许变化 却没有询问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包括他自己也有 没必要去深究 天策府深处 藏着一片茂密 而郁郁葱葱的森林 树木高大而繁茂 仿佛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将这片土地遮蔽得严严实实 密林中 有一条狭窄而古老的石板小路 蜿蜒曲折的身向密林内部 凌风踏上石板小路 步伐轻盈 脚下的石板 发出清脆的声响 与周围的寂静 形成鲜明的对比 沿着小路往里走去 没过多久 眼前出现了一间简陋的木屋 木屋被周围的树林环绕着 显得格外宁静 师尊李玉良 身着一袭白色长袍 手持水壶 正细心地给满园的花草浇水 动作轻盈而优雅 仿佛每一滴水 都是他对生命的呵护和热爱 眼神清澈如水 透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在这宁静的氛围中 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 成为了这座庭院中的一部分 林风看着远处 那一幅自然和谐的画面 心想 近两百年不见 师尊的心境又有了巨大的变化 魔气导致师尊修为大跌 天侧府经历了生死考验 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但同时也历练了师尊的心境 若是将来有朝一日 能够把体内的魔气驱除干净 或许师尊能够借此机会 更进一步 突破多年 未曾有过动摇的仙尊后期 到达仙尊巅峰也说不定 师尊 林风上前恭敬行礼 他是打心底 尊重李玉良 虽然单论实力 能轻松击败对方 可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林风一生拜了两位师尊 苏木白和李玉良 一个有救命之恩 一个有治愈之恩 都很重要 仙人指路在前期 对林风的帮助太大了 好几次都是在最危急的关头 立下大功 如果没有仙人指路 能不能活到现在都难说 你来了 李玉良头也不抬 应该是早就知道了林风的到来 师尊体内的魔气如何了 找到解决之法了吗 林风直接开门见山地询问 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想帮助师尊压制魔气 解放战斗力 不过要彻底驱除 还要去一趟魔狱才行 没有 还是老样子 那魔气如复古之躯 即便我想尽一切办法 都驱除不了 李玉良苦笑着摇了摇头 对于体内的魔气 他是真的没有任何办法 好在自从住在这密林深处 修身养性后 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魔气也能暂时控制 不至于越来越严重 师尊 我有一件宝物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林风说完 从乾坤界中取出一个木盒子 里面装的 正是从昆虚镜中得到的七彩莲花 当时就觉得 七彩莲花中蕴含的纯净之气 可能对师尊有用 回来之后 就迫不及待地拿出来一试 李玉良看着林风手中的木盒子 随口一问 什么宝物 您打开就知道了 算了 你留着吧 我体内的魔气并不是普通的魔气 而是一件魔族圣物携带的 一般的宝物 根本起不到作用 用了也是浪费 李玉良摆了摆手 拒绝收下 显然是觉得 林风手中的宝物 并不能帮自己 那魔气实在是太诡异了 想了很多办法 用了许多天才地宝 依然起不到任何作用 早已失望的李玉良 并不认为林风能拿出什么好东西 师尊 我举这件宝物到时候 感受到它散发出的纯净之气 或许能帮到您 试试吧 这也是弟子的一番心意 林风坚持道 李玉良见这个最小的弟子 眼神坚定 便同意道 好吧 那我就收下 接过木盒后 就准备放入乾坤界 没想到林风说了一句 师尊 您打开看看 李玉良闻言 没办法 只能慢慢打开木盒子 当木盒露出一丝缝隙的瞬间 一股纯净之气弥漫出来 李玉良仅仅只是闻了一口 就感觉整个身体都舒畅了 甚至就连体内的魔气都在避让 这一发现 让李玉良愣在当场 回过神来 快速打开木盒露出里面的七彩莲花 立即把头靠近木盒 大口大口地呼吸着 随着一股股纯净之气进入身体 魔气仿佛遇到了克星一般 迅速聚集在一起闪躲 第761章 静魔狱 临风健壮 知道七彩莲花对师尊是有用的 也就放下心来 连续吸了几十口后 李玉良才离开木盒 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多了 魔气被吸入的纯净之气 压制在身体的一个角落 动弹不得 尽管还没有驱除 却也让李玉良舒服太多 只要今后随身携带着七彩莲花 体内的魔气就翻不起什么风浪 实力也能够施展九成以上 好东西 绝对是好东西 看着木盒中的莲花 李玉良双眼放光 自从被魔气入侵身体后 就一直处于半残血状态 先尊敬后期的实力 只能发挥出来两三成 被各种势力找上门试探 浮游动天的安博尘还好 本身实力就比自己强 丹霞伏地和老君山 也敢来窥视天侧府 李玉良就忍不了 可惜那时候他被魔气困扰 一点办法都没有 要不是妖族天娇凤梨 和天机子到来 被众多势力围攻的天侧府 怕是保不住了 实力恢复的李玉良 心中已经在想 该如何找那些势力秋后算账 敢围攻天侧府的 有一个算一个 通通都跑不了 世尊 有用吗 林峰询问 有用 太拥有了 简直就是魔气的克星 有了他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体内的魔气作怪 小峰 你从哪里得到的七彩莲花 李玉良激动不已 先魔大战后 残血了几百年 一直过得提心吊胆 终于恢复大部分实力了 怎么可能不激动 不兴奋 做梦都在想着这一天的到来 是在昆虚境内寻到的 恐怕也只有昆虚境 才有如此宝物 小峰 谢谢你 李玉良满意地拍了拍 林峰的肩膀 心想 以后对这个最小的弟子 要重视起来 殊不知 林峰的修为 已经突破到了先尊境 肉身更是达到了 四大精神的第二个阶段 不坏精神 实力在所有先尊境强者中 他说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世尊 说谢谢就太客气了 身为弟子 都是我应该做的 话虽如此 但你确确实实帮了我大忙 世尊 虽然七彩练化的纯净之气 可以暂时压制 您以内的魔气 不过治标不治本 还是要想办法 把您体内的魔气 全部驱除才行 否则终究是一个麻烦事 李玉良文言 激动的心慢慢冷却下来 叹了一口气 爱你说的 我又何尝不懂 只是想要驱除体内的魔气 谈何容易 现在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 就是从血足手中 抢到那柄刺伤我的圣物 将体内的魔气吸出来 凌风心中记住了两个词 血足 圣物 师尊 刺伤您的究竟是什么圣物 这么厉害 一柄被血足世世代代祭奠的匕首 携带着非常难缠的魔气 一旦被划破皮肤 魔气就能瞬间进入身体 很棘手 凌风又记住了一个 匕首 有了三个关键性的词 想要找到刺伤是师尊的罪魁祸首 问题不大 师尊 您放心 一定会有办法的 凌风安慰 现在有了七彩凌花压制魔气 我的实力可以恢复到九成以上 找个时机 可以去魔狱试试 告别李玉梁后 凌风找到凤梨 询问了一些魔狱的情况 主要是关于血足的 还要了一份魔狱的简单地图 杭自密能到诸天万界任何地方 但也需要地图指引 否则到哪儿了都不知道 总得有个目标不是 仙界的地图 凌风早已熟记于心 想去哪里 就能去哪里 没有任何限制 三大圣地都能去 连仙尊强者都破不开的防御真大 阻止不了凌风的脚步 魔狱就不一样了 至今都没有一份完整的地图 特别是中心区域 凌风要知道 血足居住在魔狱的哪个位置 方可施展行自密前往 免得走弯路 索性凤梨身为妖族妖王一脉的天骄 身份地位都极高 能接触到妖族的核心秘密 魔狱地图自然也是有的 其中恰好标注有血足居住地 如此一来 事情就简单多了 只需前往血足 将血足毁灭之后 抢到刺伤师尊的匕首 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 回到逍遥风 进入闭关之地 凌风立刻施展出行自密 身影消失不见 虚欲之间便已置身于魔界外欲之中 抬眼望去 头顶上方乃是一片昏暗的天空 仿佛被一层厚厚的乌云所笼罩 不见丝毫阳阳光透出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不适的气味 凌风不禁微微皱眉 空气中带着几分腐朽与恶臭 还掺杂着魔气 让人感到一阵窒息 这是凌风第一次踏入魔狱 心中倒也想象过 无数遍魔狱的景象 亲自到达之后才发现 魔狱远比自己想象的 更为阴森恐怖 放眼望去 目光所及之地 皆是一片荒凉 和惨败不堪的景象 大地宛如被一股神秘而诡异的 力量侵蚀 透露出令人心悸的暗红色调 仿佛这片土地 曾经被无尽的鲜血淹没 萧瑟的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 带来丝丝寒意 让人毛骨悚然 四周寂静无声 似乎连生命都没有 只有偶尔传来的风声 在耳边回荡 更增添了几分凄凉质感 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生活 真的不会产生心理疾病吗 魔族也就罢了 毕竟魔狱是他们创造的 可魔狱的其他种族呢 据说都是诸天万界本土种族 或是被魔族诱惑 前来投奔 或是走投无路 不得已而为之 凌峰觉得 就算再渴望力量 再迫不得已 也比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强 仙界跟魔狱相比 简直就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完全没有可比性 再不见 诸天万界 还有那么多地方可以选择 如果是自己的话 宁愿死 都不愿在魔狱苟延残喘 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按照地图所示 应该距离血族不远了 没有直接用行字密 抵达血族栖息地 也怕遭遇意外 未知的地方 尽量小心点为妙 实力还没有到无敌的程度 从外面慢慢靠近 可以观察情况 随机应变 一旦有意外发生 立即施展行自密跑路 谁都追不上 第762章 熟人相遇 魔剑 外遇 一道如鬼魅般的身影 在快速穿梭 正是凌峰的一道分身 没过多久 便抵达了血族的栖息地 黑暗森林外围 几名血族守卫 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 就被一击毙命 尸体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随着逐渐深入黑暗森林 越来越多的血族尸体落下 全部都被灵力的剑气秒杀 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自修为突破先尊境后 凌峰的实力与之前相比 有了巨大的提升 甚至称之为脱胎换骨 也不为过 区区只有一位魔尊境的血族 还不被他放在眼里 轻易便可将其灭族 不过凌峰形势 一向小心谨慎 即便血族实力不强 也不会掉以轻心 俗话说得好 狮子薄兔 易用权力 身为地球人 知道太多鹰兜里翻船的典故 因此 他不会小看任何人 包括实力比自己弱的 用分身潜入血族 是最好的方法 没有意外最好 彻底毁灭血族 得到血族圣物 万一有突发情况 也仅仅损失一道分身而已 无关紧要 血族死去的族人数量不断增加 很快便惊动了血族族长嗜血 本来还不太在意的魔尊嗜血 立刻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毫不犹豫地 召集起血族中的各路强者 准备带领他们 前去迎战那些突然出现的神秘敌人 然而 就在魔尊嗜血 刚刚集合好队伍 尚未出发之际 凌峰的分身 却已经悄然抵达了黑暗森林的深处 此时此刻 周围的气氛异常紧张 密密麻麻的血族强者 倒挂在树枝上 露出那一双双星红的眼睛 死死盯着凌峰 只需族长一声令下 便会毫不犹豫地一拥而上 彻底撕碎眼前这个 敢挑衅血族的人类 面对如此众多虎视眈眈的敌人 凌峰却毫无畏惧之色 静静地站在原地 周身散发出一种无形的威压 与周围的血族强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是何人 敢来我魔域血族撒眼 吵死不成 魔尊嗜血大声质问 没有立刻出手 是因为直觉告诉他 眼前之人很强 恐怕不好对付 灭你们血族的人 凌峰淡淡地回道 凭你一个人 就想灭我整个血族 你以为你是先王境强者吗 一个小小的血族而已 灭你们还需要出动先王境 你也太高看自己了 哼小子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吧 黑暗森林 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恰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便是你们血族灭族之日 就在双方建章跋扈 准备动手死战的时候 一个声音忽然传来 凌峰 是你 凌峰刚要出手 立即愣在原地 魔域还有认识自己的人 是谁 来到仙界之后 一直都在天策府 逍遥峰闭闭关修炼 唯一一次离开天策府 就是昆虚境提前开启 除此之外 几乎足不出户 更别说来到魔域了 怎么会有人认识自己 一连串的疑问 充斥着凌峰脑海 让他一时间 猜不出说话之人的身份 你是谁 为何会认识我 凌峰沉声问道 黑暗森林深处的木屋内 全身笼罩在黑袍下的曹亮 激动的浑身都颤抖起来 真的是凌峰 凌峰居然来到了魔域黑暗森林 自己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简直是天助我也 在魔域待的时间越长 曹亮心中就越发扭曲 毕竟以前他在仙界过的是什么生活 曹家作为七十二伏地天策府的 附属势力之一 加上祖上对李玉良 还有恩情 背靠天策府这棵大树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人逍遥自在 身为曹家最有天赋的嫡系 曹亮更是拥有着 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美食 美酒 美女 应有尽有 光美丽的侍女就有数百位之多 天天照顾曹亮的生活起居 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 如今呢 只能屈居于这暗无天日的魔域黑暗森林中 哪都去不了 吃的没有 喝的没有 玩的更没有 尽管曹亮在血族的身份地位极高 可那有什么用 血族已经习惯了魔域的生活 他曹亮却习惯不了 一想到自己沦落至此 全是拜凌峰所赐 曹亮就无时无刻不再想着报仇 恨不得将凌峰碎尸万段 以解心头之恨 要不是凌峰来到天策府 自己怎会如此 即便灭了凌峰曾经的宗门林霄公 杀了与之有关的人 心中依然不解气 本以为想复仇 需要等到魔界之子诞生 带领魔族踏平仙界 才有机会 没成想 凌峰竟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这不是天助我也是什么 曹亮心中已经做好了打算 不会直接杀了凌峰 那样做实在是太便宜他 把凌峰变成和自己一样的魔人 让其身受魔器侵蚀的痛苦 自己在魔狱经历过的一切 全部都要在他身上重复一遍 凌峰 你不认识我 我可是把你记得清清楚楚 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你 曹亮咬牙切齿地说道 从语气中就能听出对凌峰的恨意 由于被魔器完全侵蚀 成为了一个魔人族 导致曹亮的声音出现了变化 因此凌峰并未认出来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 哈哈 我是谁 哈哈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哈哈 曹亮突然疯狂地大笑起来 笑声瘾的凌峰皱起了眉头 很明显 说话之人对自己有很强烈的敌意 心中不断回忆 自己到底在哪里见过对方 可就算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 自己到了仙界之后 好像没有得罪过谁吧 关键还是生活在魔狱的 自己根本没来过魔狱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凌峰不禁发问 认错人 凌峰 我这辈子认错谁 都不可能认错你 天策府辅足李玉良的七弟子 凌峰还没来得及追问 那个声音继续响起 对了 说到你师尊 他现在应该不好过吧 最器重的三弟子未休闲死了 自己还被魔器困扰 导致实力大爹 听说天策府不久前还遭遇了生死危机 可惜最后被先王阻止了 真不知道先王是怎么想的 区区一个实力大爹的先尊敬 有什么可保的 糊涂 就应该让天策府自身自灭 天机子带着先王令救下天策府 让曹亮觉得是先王在后面保天策府 这么想其实并没有错 在某种意义上 天机子就代表了三位先王 何况还带着先王令 第763章 原来是你 林峰听完曹亮的话 虽然还是没能猜到其身份 但可以确定一点 三师兄未休闲的死 以及师尊体内的魔器 都和对方脱不了干系 既然如此 那就先拿下再说 原来三师兄的死和师尊的伤 都是败你所赐 林峰淡淡地说道 那是自然 我不仅杀了未休闲 伤了李玉良 甚至还灭了林霄公 杀了你的一众同门呢 哈哈 林峰 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哈哈 曹亮继续发出畅快的大笑 此言一出 林峰脑子疯的一下 如果说 仅仅是师尊和三师兄的事 他最多也就是生气而已 然而牵扯到林霄公覆灭 雪女师妹他们生死盗消 这就不只是生气那么简单了 一股滔天的愤怒和恨意 从林峰身上爆发出来 即便自制力强大 也险些控制不住 差点彻底暴走 极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林峰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是曹亮 关于曹亮这个毁灭林霄公的凶手 林峰从来都不曾忘记 甚至时刻铭记于心 曾询问过二师兄欧阳巡 关于曹家的去向 得知曹家在仙魔大战的时候 就被派上前线 死的死 跑的跑 早已分崩离析 曹亮更是不见踪影 没办法 林峰只能暂时把曹亮的事情放下 等实力足够了 再慢慢寻找下落 如今 修为来到仙尊敬 准备先解决师尊的麻烦 再着手调查曹亮的去向 为玄女师妹他们 以及林霄公的全体门人报仇 结果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 正是 林峰 都是因为你 我曹亮才沦落至此 要不是你 我依然在仙界逍遥快活 你的出现断了我的路 所以我要报复 灭了林霄公 杀光你认识的人 让你一辈子处于内疚之中 林峰 你知道吗 李玉良和魏修贤 会来到黑暗森林 就是为了抓捕我 然后把我交给你处置 可惜被我设下陷阱 死了一个 重伤一个 所以 你师尊的伤 和你三师兄的死 罪魁祸首都是你 没有你他们 也不会来到黑暗森林匹 怎么样 知道真相后 是不是感觉很后悔 哈哈哈哈 后悔也没用 曹亮说着说着 就开始大笑起来 尽情的释放 和宣泄内心的痛苦 把一切的一切 都归结到林峰身上 自己则成为了受害者 迫不得已之下 来到魔狱 成为了魔人族 期间经历了多少苦难 多少次生死危机 只有让林峰 把自己的经历都重复一遍 方可解心头之恨 林峰听完曹亮的话 再次愣住 原来师尊和三师兄 竟是为了抓捕曹亮 才会遭遇大劫 导致一死一伤 为什么师尊从来没有提起过 难道是不想 给予自己太大的压力 师尊啊 师尊 您这又是何必呢 都说了曹亮的事 等自己实力够了 会亲自解决的 曹亮 你说 我来到天策府 夺了 本该属于你的位置 我不反驳 可是咱们之间的恩怨 为什么要牵扯那么多无辜的人 你想杀我 随时都可以来 只要有那个实力 我林峰绝不皱一下眉头 但是 你为什么要去毁灭林霄公 林峰语气依旧平静 内心的怒火 却已经快要压制不住 他是一个人 世人就有七情六欲 林霄公众女的死亡 是林峰心中永远的痛 凶手近在眼前 没有直接冲过去 算是相当克制了 无辜 只要和你林峰有牵扯的人 都不无辜 都该死 曹亮疯狂的大喊 是吗 那么今天你想怎么死 我想怎么死 哈哈 林峰 你怕不是脑子坏了吧 连你师尊李玉良来了 都不得不重伤而逃 就凭你也想杀我 是人说梦 到了我的地盘 应该我来问你 想怎么死 你也不用回答 我替你想好了 先把你抓住 再把魔器注入你的体内 让你体验体验被魔化的过程 最终成为和我一样的魔人族 最后再把你扔到天侧府 我想看看 你的恩师李玉良 看见自己的弟子变成魔人后 会不会亲手毙掉你 上演一出师徒相残的戏码 原来你已经成了魔人族 看来近些年 你在魔育过的并不怎么样 堂堂仙界七十二伏地天侧府下属曹家大少爷 本应享受着极尽奢华的生活 身边美女环绕 却被迫只能躲在这暗无天日的魔育 与这些怪物为伴 想想都觉得可悲 可怜 住口 曹亮声嘶力竭的大吼一声 阻止了林峰继续往下说 因为他的话 正好说到了曹亮的痛处 回想起以前在仙界的日子 那叫一个舒坦 跟现在比起来 完全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区别 曹亮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 值得吗 如果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还会不会冲动去灭了林霄公 只要不走出那一步 他还是曹家的大少爷 曹家还是天侧府的附属家族 换的思路 即便曹家不再受到天侧府的信任 也照样比现在的生活要好上无数倍 可惜一切都回不去了 为什么要住口 曹亮 你不是想让我后悔吗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并不后悔 但我知道你肯定后悔了 这暗无天日的生活 能跟仙界比吗 一切都是你自己亲手造成的 你总喜欢把问题都归咎在别人身上 从来不审视自己的错误 像你这种牙子必报 小肚鸡肠的人 就算没有我 师尊也绝不可能收你为弟子 你不配 住口 林峰 我让你住口 我要杀你 曹亮疯狂地大声咆哮起来 林峰的每一句话 都像是一把尖刀 插在他的要害部位 生理上不痛 精神上备受折磨 曹亮 今天我就把师尊的伤 三师兄的死 以及林萧公的所有的恩怨 一并和你算算清楚 林峰眼中杀鸡一闪 能够顺便解决曹亮这块心病也不错 和我算账 林峰 我要你生不如死 视觉组长 还请出手帮我抓住林峰 曹亮大喊 第764章 恐怖的肉身力量 曹亮的话音当落 只听见魔尊嗜血一声令下 声音如同红钟一般在空中回荡 刹那间 无数血族强者 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速度极快 犹如闪电划过夜空 眨眼之间 便将林峰紧紧地包围起来 血族强者们各个面露凶光 眼神中透露出无尽的杀意和贪婪 张开锋利的爪子 闪烁着寒光 仿佛要撕裂一切 尖锐的獠牙从嘴角露出 散发出令人作呕的血腥气息 一瞬间 林峰的身体完全被血族强者们淹没 他们疯狂地扑过来 毫不留情地用爪子和獠牙发动攻击 试图将眼前这个看似弱小的人类撕成碎片 别看血族的实力并不是很强 仅仅只有一位魔尊敬强者 可他们身体里蕴含着剧烈的毒素 一旦被咬破皮肤 让毒素进入身体 即便是先尊敬强者 都要头痛不已 李玉良体内的魔器之所以那么厉害 如复古之躯 无法驱除 就是因为有血族毒素的作用在里面 普通的魔器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刺伤李玉良的匕首 经过血族用毒液世世代代的浸泡 蕴含的毒素之强配合魔器 即便先尊后期的李玉良 想尽各种办法都无可奈何 嗜血看着林峰被血族强者包围 心中威喜 咧开嘴露出笑容 认为已经胜券在握 血族本就不是以战斗力著称的种族 没有什么威力巨大的招式 真正厉害的 是血族身体里的毒素 只要咬破敌人的皮肤 将毒素注入敌人体内即可 林峰没有动 任由血族强者扑在他身上 用利爪和獠牙攻击自己 咔咔咔 一连串的清脆音响起 想象中血肉横飞的画面没有出现 有的只是众多血族的爪子和獠牙崩断的声音 啊呀 第一批扑上来的血族惨叫出声 利爪和獠牙是他们最坚硬的武器 结果落在林峰身上竟全部锻炼 魔尊嗜血脸上的笑容凝固 听到血族强者惨叫的声音 就知道事情不妙 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血族强者纷纷喷血倒飞而出 留下林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轻蔑地说道 血族 不过是一群垃圾而已 曹亮 你想靠着血族为非作歹的梦可以醒了 今日无论你还是血族 都将为自己当初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 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林峰裸露的皮肤上 有一丝金色光泽 魔尊嗜血彻底愣住了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么多仙君静的血族强者 居然连皮肤都没破开 此人的肉身究竟有多强大 林峰平平无奇地站在那里 连仙尊静的修为都没有释放出来 只是用出了不坏金身而已 就把血族强者的攻击全部挡住 并崩断了利爪和獠牙 不坏金身乃是肉身四大金身的第二个阶段 其强悍程度连仙尊静都休想破开防御 一群仙君静的血族就想拿下林峰 简直是痴心妄想 嗜血族长 还愣着干什么 我要让他生不如死 曹亮继续大喊 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以林峰现在的实力 在有所准备的情况下 三大魔王想抓他都难 更别说是区区一位魔尊静王 嗜血魔尊虽然心存疑虑 但还是听从曹亮的话 出手了 身形一闪 融入黑暗中 迅速靠近林峰 一双利爪伸出 从身后抓住林峰的同时 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尖尖的獠牙 一口咬在其脖子上 血液就是血族的食物 特别是人类强者的血液 在血族看来 更是美味佳肴 魔尊嗜血远以为 一口下去 就能喝到人类强者的血液 心中喜不自胜 结果 咔嚓 清脆的响声将他拉回现实 接着口中传来剧烈的疼痛 啊 嗜血魔尊 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自己的引以为傲的獠牙 也被崩断了 再看林峰的脖子 毫发无损 皮肤上还带着一丝金色光泽 怎么会这样 什么样的肉身强度 能崩断一位魔尊敬血族的獠牙 嗜血魔尊之道 遇见了惹不起的对手 顿时慌了 连忙退开 融入黑暗之中 消失不见 自始至终 林峰都如同一座雕像一般 未曾动过一下 血族已然损失惨重 獠牙崩断后 会导致血族实力大减 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重新长出来 你不是人类 人类没有你这么强大的肉身 你究竟是什么怪物 嗜血魔尊恐惧的声音 从黑暗中传来 曹亮 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靠山吗 不过如此 我还没动 他们就不行了 林峰轻描淡写地问道 语气中带着浓浓的不屑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不是林峰 林峰来仙界的时候 才刚入仙人境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 绝不可能成长到如此强大的地步 你到底是谁 曹亮疯狂地大声质问 连血族族长 魔尊境的嗜血都伤不了林峰 可能吗 哪怕林峰的天赋再高 也不可能做到 肯定是有人伪装的 曹亮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 我是不是林峰 你心里没数吗 只是不想承认 自欺欺人罢了 曹亮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动手吗 因为 我想让你在极端的恐惧中死去 林峰说完 右脚提起 一步踏出 当踩在地面上的瞬间 一股绝强的力量 以他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开 轰隆隆 周围的一切都在刹那间灰飞烟灭 连带着曹亮居住的木屋也被摧毁 黑暗森林中心地带 方圆数十里范围变成一片废墟 无数血族 顷刻间丧命 能活下来的很少很少 林峰站在废墟中央 心中也是震撼无比 踏入不坏金身之后 第一次用出肉身的全部力量 浸恐不如斯 不愧是四大金身的第二阶段 真不知道了第三阶段的不朽金身 以及最后一个阶段的不灭金身 肉身力量将会强大到什么地步 到目前为止 林峰还没使用仙尊镜的实力 全靠肉身力量 紧一脚就把血族几乎团灭 第765章 细耍曹亮 废墟之中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声 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在挣扎着 想要挣脱束缚 紧接着 两道身影如同闪电一般 从废墟中冲了出来 向着远方急速飞奔急迟而去 正是嗜血摩尊和曹亮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恐惧之色 林峰实在是太强大了 强大到连嗜血摩尊 都无法产生丝毫抵抗的念头 在林峰面前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就像面对魔王竞强者一样 曹亮更是被吓得脸色苍白 他从未想过 林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成长到如此可怕的地步 此时此刻 两人唯一的想法 就是尽快逃离这个地方 远离林峰 直接毫不犹豫地 展开了最快的速度 拼命地向远方逃窜 只希望能够尽快脱离 林峰的视线范围 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可真的能逃掉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拥有杭自密的林峰面前 谁都逃不掉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嗜血摩尊和曹亮 不时地回头看 生怕那个可怕的家伙追来 结果毫无动静 难道自己逃出升天了 摆脱了林峰 想到这里 两人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 尽管不知道 林峰为什么没有追来 只要活下来就好 其他的都不重要 虽然曹亮成为魔人后 在魔狱过得很不习惯 可他依然不想死 因为还有叛头 只要魔戒之子诞生 带领魔族踏平仙剑 成为诸天万剑的霸主 曾经在仙剑那种奢华的生活 还会到来 曹亮盼星星盼月亮的 等着那一天来临 到时候 以他的实力 随便找一个下界 都能过上比在仙剑 还要奢靡的日子 所以曹亮不想死 魔戒之子即将诞生 好日子就在不久的将来 两人逃窜了许久 本以为彻底摆脱了凌峰 不料下一刻 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跑得太慢了 再快一点 突如其来的变故 吓得两人立刻停下脚步 缓缓回头 只见凌峰战争 站在后方不远处 细血地看着他们 继续跑啊 怎么不跑了 你你你 曹亮指着凌峰 吓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一旁的嗜血魔尊 同样一脸恐惧 第一次遇到这么可怕的人类 宁愿面对先王进强者 都不愿面对眼前这个家伙 肉身强到离谱 速度还这么快 根本没看到追上来 结果突然就出现在身边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继续跑 能跑出我的视线 就放了你们 凌峰平静地说道 曹亮和嗜血魔尊对视一眼 打是肯定打不过的 就算拼命 也不见得能破开凌峰的防御 唯一的机会 那就是逃 于是 两人转身继续狂奔 一边跑 一边回头看凌峰 见对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眼看着就要脱离视线 一道身影挡在了前方 要不是曹亮和嗜血魔尊 及时发现 就要直接撞上了 嗜血魔尊 可是清楚地感受过 凌峰的肉身强度 连自己最坚硬的獠牙都能崩断 简直强的没边 撞上去 吃亏的肯定是他们 速度还是太慢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凌峰自顾自地摇了摇头 林凌峰 你你到底到底想怎么样 曹亮喘着粗气 用颤抖的声音质问 曹亮 你灭了林霄公 杀了三师兄 还伤了师尊 咱们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你觉得我想怎么样 林凤笑了笑 笑容落在曹亮和嗜血魔尊眼里 是那么的恐怖 要杀就杀 何必那么多废话 曹亮也是活出去了 反正跑不掉 还不如赌一把 杀了你就太便宜你了 我要让你在无边的恐惧和痛苦中死去 别做梦了 我不会如你所愿的 大不了一死而已 我杀了林霄公那么多人 其中肯定有不少和你关系亲近的 还杀了玉良最器重的弟子魏修贤 够本了 哈哈曹亮大笑起来 林凤文言皱了皱眉头 无法让曹亮产生恐惧 那就干脆杀了吧 就在此时 嗜血魔尊和曹亮看准时机 发动突袭 两人以极快的速度靠近 失去獠牙的嗜血魔尊 用爪子紧紧抓住林凤 防止其逃走 曹亮在进攻的途中 手里出现一柄暗红色的匕首 用尽全身的力气刺向林凤 他知道 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如果能破开林凤的防御 将魔器和毒素注入其体内 战局立刻就会反转 胜利将属于自己 不能 那就唯有等死一条路 曹亮不想死 必须全力一搏 叮 宛如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 手握匕首的曹亮 只感觉一股强大的反弹之力传来 让他几乎抓不住匕首 心中震撼 果然好强的肉身防御力 难怪连嗜血的獠牙都能崩断 曹亮知道 靠自己是不可能破开林凤防御的 唯有寄希望与手中奈柄 被血足世世代代代供奉的匕首 攻击结束 决定生死的时刻到了 曹亮迫不及待地看过去 哈哈 一阵畅快的大笑声响起 快速退后 与凌峰拉开距离后 曹亮激动地笑道 哈哈哈哈凌峰 你完了 你自以为时的防御被破开了 很快就会步入你师尊李玉良的后尘 被魔器折磨 导致实力大跌 凌峰低头看去 匕首确实刺破了自己的皮肤 蓝缠的魔器涌入身体 这就是伤我师尊的武器 凌峰语气依旧平静 没有表现出一点惊慌 没错 你三师兄未休闲 也是死在这柄匕首之下 可别小看他 一旦被伤到 就会特殊的魔器入侵身体 永远别想驱除 直到被折磨至死 无论你的天赋有多高 实力有多强 都不重要 你的命运在被破开防御的那一瞬间 就决定了 哈哈哈哈 你不是要杀我吗 没想到会被我反杀吧 曹亮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赢了 凌峰淡淡地问道 当然 你现在肯定能感觉到 有一股魔器在身体里横冲直撞 我告诉你 那不是普通的魔器 里面还有血足世世代代献剂的毒素 你驱除不了 只能等死 我赢了 谁让你一开始不杀了我 给我反击的机会 哈哈 怎么样 是不是后悔了 可惜已经完了 曹亮 我现在要是将你最后的希望打碎 你应该会感到失望 恐惧 害怕吧 什么意思 凌峰 我不信你 还能扭转战局 那我就扭转给你看看 凌峰说完 身体缓缓消失在 曹亮和嗜血魔尊的眼中 消失了 两人目瞪口呆地看着空空如也的地方 确定凌峰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 接着 一个令他们亡魂接冒的声音响起 我在这里 第766章 从希望到绝望 曹亮和嗜血魔尊看着突然消失 接着又出现了凌峰 难道刚刚伤到的 只是凌峰的一道幻影 而不是他的身体 不可能啊 那实实在在的感觉 不会做假 即便用尽全力 也不过刺破一点皮肤而已 怎么可能是幻影 还没等他们想明白 寒光一闪 啊 曹亮发出一声惨叫 又必被一道 剑光齐根斩断 连带着手中的匕首 一起飞入空中 即将落地之时 被凌峰接住 立刻就能感觉到 一股寒意从上面传来 能够破开不坏精神的防御 绝不是普通的武器 怪不得连师尊都吃了大亏 自己没有用九转分身术的话 也中招了 不过凌峰觉得 凭借不坏精神的肉身强度 那魔器应该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之所以散掉分身 是想在曹亮人认为 已经胜券在握的时候 彻底打碎其身的希望 要是让曹亮觉得自己必死无疑 反正横竖都是要死的 无论怎么挣扎都没用 慢慢地就不会再害怕和恐惧 先给予去生的希望 再令他陷入绝望 两者前后带来的反差感 足以让一个心智不坚定的人崩溃 如果仅仅是想直接杀了曹亮的话 凌峰可以得知对方身份的第一时间 就选择动手 谁都阻止不了 凌霄公负面 三师兄死亡 师尊重伤 薪酬救恨加在一起 哪怕曹亮死一万字都不够 嗜血魔尊 看到血族世世代代供奉的圣物 被凌峰拿在手里 没有一点要去抢回来的意思 扔下曹亮 转身化作一道黑影 无顾一切地向远处逃离 此时此刻 唯一的想法就是活下去 结果还没有跑出多远 凌峰施展行自命 身影陡然出现在嗜血魔尊正前方 右拳紧握将不破惊身的肉身力量发挥到极致 对着冲过来的嗜血魔尊用力一拳轰出 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 嗜血魔尊吓了一大跳 由于速度过快 躲视肯定来不及了 明知道凌峰的肉身极其强悍 但此刻必无可避 无奈之下 只得咬紧牙关 使出浑身解数 硬着头皮去迎接这一拳 希望能成功挡下来 给自己争取逃走的时间 事实证明 嗜血魔尊还是太低估了凌峰的力量 或者说低估了四大精神第二个阶段 无坏精神的强悍程度 碰 随着碰撞声响起 两人势均力敌 各自退后的场景没有出现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猛然爆发开来 紧接着传了一声凄厉至极的惨嚎 啊 曹亮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甚至忘记了自己的断臂之痛 只见嗜血魔尊在凌峰那惊天动地的一拳之下 竟毫无抵抗之力 直接被打得粉身碎骨 身躯瞬间爆裂开来 化作无数碎片和血物 飘散在空中 这怎么可能啊 曹亮瞪大了双眼 难难自语 整个人都愣住 似乎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嗜血可是堂堂魔尊镜强者 相当于仙尊镜 即便血族并不以战斗力著称 擅长用毒 那也是一位货真价实的魔尊啊 就算是凌峰的师尊李玉良 都别想一对一击杀嗜血 就这么被一拳给解决了 假的吧 从凌峰来到仙剑才多长时间 已经成长到如此恐怖的地步了吗 再给他一些时间 将会可怕到什么地步 三大仙王的弟子 诸天万劫未来的希望天机子 也不过如此吧 惊慌 害怕 恐惧 绝望等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 充斥着曹亮的脑海 自己到底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居然一拳 把一位魔尊镜强者轰成渣 在曹亮愣神之际 羞羞 又是两道寒光闪过 接着 两条腿和左臂跟身体分离 失去支撑的曹亮 整个人摔倒在地上 剧烈的疼痛将他拉回现实 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啊 没有了四肢 只剩下一个躯体 修道者到了仙人镜后 生命力是相当强大的 普通人被砍掉四肢 很快就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仙人镜却不会 修养得当的话 甚至可以完全恢复过来 四肢也能够重新长出 可惜凌峰不会给曹亮任何恢复的机会 在他暴入身份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必死无疑 至于怎么个死法 需要凌峰慢慢来研究 曹亮 是不是感觉身体很痛 凌峰来到曹亮身边 慢悠悠的询问 凌凌峰 你不是 不是要替凌宵公和你师尊 还有师兄报仇吗 快快杀了我吧 杀了我 你就你就替他们成功报仇了 曹亮忍着剧痛说道 现在的他 知道自己必死无疑 一丁点逃走的机会都没有 失去了求生的希望 只想快点死去 少受点折磨 想死 放心我会成全你的 不过不是现在 凌峰回答 声音很平静 很轻柔 然而曹亮却能感觉到刺骨的寒意 你你是个魔鬼 曹亮真的怕了 身体传来的疼痛 让他近乎昏厥 可就是晕不过去 连死都成了一种奢望 曾几何时 曹亮从未想过 怕死的自己 有一天会主动求死 这才刚开始呢 你就受不了了 凌峰笑了笑 蹲下身来 伸手揭开曹亮的黑袍 露出那一张不满魔纹 既丑陋又恶心的脸 嘖嘖嘖可怜的家伙 曾经你是仙界 七十二伏地天策府 附属家族之一的曹家大少爷 享受着极尽奢华的生活 美食 美酒 美女 应有尽有 虽比不上那些真正大势力的传人 却也算得上风光无限 而现在 你看看 你成了什么样子 人不人 磨不磨 躲在魔狱苟言残喘不说 曹家也被你一手毁了 死的死 逃的逃 一切都起因 就从你灭了林霄公开始 随着林峰的话 传入曹亮耳朵里 布满魔纹的脸 逐渐变得扭曲起来 痛苦 不甘 后悔 交织在一起 如果能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曹他一定会安心 做自己的曹家大少爷 绝对不去招惹林峰 有天策府这棵大树在 曹家日子就能过得很舒坦 只可惜 一切都迟了 第七百六十七章 大仇得报 曹亮痛苦地闭上眼睛 事已至此 多说无意 世间没有后悔要慢 做了就是做了 除了承担后果 没有任何办法 林峰看着曹亮的模样 心想刺激得差不多了 右手拿着暗红色匕首 轻轻刺入伤口处 疼痛感再次加剧 令曹亮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 毒素顺着匕首 进入身体 开始破坏神经和细胞 虽然曹亮被魔化成了魔人族 可他并不是血族 血族的毒素 对他依然有用 忍了许久 终于还是忍不住大叫起来 啊 我受不了了 林峰 求求你杀了我吧 快杀了我 别着急 我说过 这才刚刚开始 此时的林峰 仿佛化身地狱来的恶魔 惩戒犯了错误的人类 半个月后 魔戒外遇 黑暗森林中 曹亮面如死灰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浑身都是伤口 林峰蹲在一旁 还在用暗红色的匕首 不断地为曹亮增加新的伤口 毒素遍布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时时刻刻都在承受着剧烈的疼痛 刚开始的几天 曹亮还没日没夜地大叫 几乎把林峰的祖宗十八代 都骂了一个遍 全程林峰都没有回一个字 就是不停地折磨曹亮的肉身 大概五天左右 曹亮就没有力气 之后的十天时间 一直哼哼唧唧的 整整半个月时间 曹亮遭受了非人般的折磨 精神早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每划一刀 林峰都会爆出一位 灵霄宫门人弟子的名字 一一为他们报仇 好了曹亮 时间差不多 该送你上路了 记住 下辈子别做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就不用承受这么大的痛苦来赎罪 是我抢了你的位置 牵扯到别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说男人就该找我报仇 我记你是条汉子 而不是去伤害那么多无辜的人 林峰轻声道 奄奄一息的曹亮闻言 竟露出一抹笑容 是的 笑容 相比于被日日夜夜地折磨 曹亮更想立刻死去 那样就彻底解脱了 还有下辈子的话 他一定不会再去招惹林峰这个魔鬼 林峰用手中的匕首 一点点刺入曹亮的心脏 直到刀刃全部没入 将其心脏刺穿才拔出来 整个过程曹亮都没有发出一丝声音 或许是没有力气发声 也或许是觉得盼望已久的死亡到来 终于可以解脱 心脏被毁不比四肢被斩 曹亮的生命力在快速流逝 很快就到了弥留之际 最后时刻露出一个解脱的笑容 彻底陨落 林峰健壮缓缓站起来 抬头看向魔玉暗淡无光的天空 深吸一口气再慢慢地吐出来 曹亮的死意味着曹家彻底覆灭 总算是替学女 师妹 师叔他们报仇了 接下来 要做的就是努力提升修为 先解决诸天万界的危机 然后去往别的本源宇宙 寻找复活众人的方法 低级本源宇宙不行 去终极本源宇宙 终极本源宇宙不行 去高级本源宇宙 他就不信了 在神魂肉身都完好无损的情况下 会找不到复活的办法 无论如何都要复活大家 凌峰可不想在漫长的修道路上 只有自己孤家寡人一个 行字密发动 身影消失在魔狱 转瞬间便来到仙界天策府逍遥峰 看着手中的匕首 凌峰陷入了沉思 该怎么把他合理地交给师尊 不引起怀疑呢 直接给肯定是不行的 能够去魔狱 从血族手中抢到东西 没有先尊巅峰的修为 怕是做不到 毕竟李玉良先尊后期都被重伤 还损失最器重的弟子 凌峰并不想暴露实力 思考了两久 只有两条路 第一 找到天机子 让他转交给师尊 保证不会引起怀疑 第二 请凤梨帮忙 想了想 凌峰还是决定选第二条路 其实他更偏向于第一条 天机子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方 算是知根知底 找他不会有负担 至于凤梨 认识的时间短又不了解 知道自己太多的秘密 不是好事 只是如今的天机子 身份地位在仙界非常高 不仅是三大先王的弟子 还是诸天万劫未来的希望 属于是焦点人物 被无数双眼睛关注着 万一被人看到 自己和天机子在一起 身份恐怕会被请客间 八个抵朝天 算了 没必要去冒险 凤梨是妖族妖王 一脉的天骄 并且手持妖王令 师尊一样不会怀疑 就这样 先和凤梨说一声 然后直接去交给师尊 于是 凌峰来到凤梨的住处 凌峰 你来了 正好 我也想找你 凤梨见凌峰到来 显得很高兴 凤梨小姐找我有事吗 凌峰询问 你别老是凤梨小姐 凤梨小姐的行不行 太生疏了 咱们也算是 有公命交情的朋友 以后就叫我凤梨吧 那好 凤梨 你找我什么事 凌峰很听话的 换了一个称呼 这才对嘛 我是想和你告别的 出来这么久 也该回去好好修炼了 不然将来只能仰望你和天机子 要回去了吗 嗯 以后有时间记得来万妖国找我 妖族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妖族虽然比不上仙剑 但也有很多好地方 到时候我带你去 好 我会来的 凤梨点点头 心中突然改变了主意 既然凤梨要离开天策府 回妖族了 好像不用和他说 关于血族和匕首的事 师尊也没机会当面感谢对方 如此一来 事情就不会穿帮 只需把功劳推在凤梨身上即可 嗯 就这么办 对了 凤梨 你来找我有事吗 凤梨问道 没事 就是来看看你 凤梨笑了笑 真的只是来看看我 凤梨眼中露出怀疑的神色 真的 当然 主要还是想感谢你 要不是你的话 等我回来 可能连家都不在了 凌峰 咱们是朋友 你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得知天策府遭遇危机 我肯定不可能袖手旁观 再说了 我不来 天妻子也会来 没人感动天策府的 总之 还是要谢谢你们俩 以后有什么事 可以尽管告诉我 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凤梨一定不会推辞 就这么说定了 凤梨展颜一笑 让凌峰如遇春风 第768章 战力上线 第二天 凤梨便离开了天策府 返回万妖国 既然凌峰从昆虚境归来 自己也该回去好好修炼了 否则以后和凌峰 天妻子之间的差距 将会越来越大 凤梨可不想仰望两人 他想在魔族发动战争 攻占诸天万界的时候 能与两人并肩作战 共同对抗魔族 李玉良带着弟子们前来送行 感谢凤梨帮助天策府度过危机 半个月后 凌峰又来到了师尊修养的地方 准备把从血族抢来的匕首 交给师尊 希望能够彻底解决 体内磨砌的困扰 对于凌峰的再次到来 李玉良感觉很诧异 要知道 之前凌峰是很不容易来找他一次的 接连来两次 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小枫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李玉良直接问道 嗯 凌峰点点头 有事就直说吧 不用顾忌什么 师尊 凤梨走的时候 我请他帮了一个忙 什么忙 我请他去一趟魔界血族 凌峰没有把话说完 李玉良立刻明白了其中的意思 叹息一声 小枫 你爱 这又是何必呢 师尊 您是天策府的定海神针 只有您恢复过来 天策府才能处于绝对的安全之中 靠别人始终不会长久 话虽如此 可魔界是什么地方 稍有不慎 就会有据无回 咱们没必要欠这么大的人情 这点您放心 凤梨身边有半部妖王境在 走一趟魔界外遇 想来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且我在昆虚境意外救了凤梨一命 他正愁找不到机会报恩呢 因此 在我提出来后 立刻就答应了 结果如何 李玉良充满期待的询问 尽管他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别具魔界 太危险了 实际上 心里又何尝不想彻底去除体内的魔气 恢复巅峰呢 凌峰没有回话 直接从乾坤界中 拿出暗红色匕首递给李玉良 看着曾经杀害三弟子未休闲 刺伤自己的凶器 李玉良整个人都愣住了 一时间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曾经他带着三弟子未休闲 进入魔界 前往血族 想要捉拿曹亮 最终造成一死一伤 妖族的人去 这么容易就把血族的圣物抢到手了 不过 想想也可以理解 凤梨身边有半部妖王镜牛轻在 只要不惊动三大魔王 念一个血族 还是轻而易举的 血族的栖息地在魔界外遇 三大魔王则居住在内遇 距离很远 注意点的话 惊动的可能性不大 小枫 你要好好谢谢凤梨小姐 有了她 我就能把体内那难缠的魔气全部吸出来 恢复到巅峰 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达到先尊巅峰 李玉良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 被魔气窟困扰的数百年时间 尽管很艰难 却也有许多收获 心境提升了不止一个档次 等到身体恢复如初 就可以尝试冲击先尊巅峰 太好了 世尊 您的实力越强 天侧府就越安全 至于凤梨那里 您就不用操心了 我跟凤梨小姐是非常好的朋友 不然她也不会来天侧府 更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 答应我前往魔界 抢夺血族圣物 那倒是 不管怎么样 凤梨小姐都是我天侧府的贵人 你可不要辜负人家 李玉良活了那么多年 看人的眼光还是很准的 从凤梨对凌峰的态度就能看出 肯定是有那方面的意思 不然绝不可能在天侧府住这么久 世尊 您想哪儿去了 我跟凤梨是很好的朋友 仅此而已 凌峰苦笑不已 没料到 师尊会往这方面想 自己身上的情债已经够多了 可不想再继续招惹其他人 得了 你们年轻人的事 自己做决定吧 我只是觉得 凤梨是个好姑娘 又是妖族妖王一脉的天娇之女 配你小子 绰绰有余 错过了头标后悔 世尊 我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些 魔界之子即将诞生 真正的仙魔大战很快就会来临 到时候 肯定比三百纪元前的那次 还要更加惨烈 能不能活下去都很难说 努力提升修为才是最重要的 凌峰正义言辞地回答 那倒是 一切等仙魔大战之后再说吧 李玉良也觉得 仙魔大战将是诸天万界的一场浩劫 不知道有多少世界破碎 又有多少生灵种族灭绝 天侧府能不能在仙魔大战中 自保还不好说 首先得确定 三大仙王合力培养的天机子 能否对付魔界之子 能的话 还有希望 不能 诸天万界都要沦陷 在仙魔大战前 任何事情都要靠边站 将匕首交给师尊李玉良后 凌峰回到逍遥峰 选择继续闭关修炼 选女师妹他们的仇报了 师尊的伤势也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努力修炼 争取在魔界之子诞生之际 超越仙王境 解除魔族带来的危机 阻止仙魔大战的发生 然后就可以前往别的本源宇宙 寻找复活大家的方法 一切的一切 都是为了复活众人做准备 逍遥峰 闭关之地 九转分身术 八道一模一样的分身出现 加本体 一共九个 看着八个分身 凌峰突然有些跃跃欲试 想要试一试 自己的实力上限在哪里 找不到对手 那就自己跟自己打 天策符显然不合适 作为战场 九字真言密法 行字密发动 本体加八道分身 同时消失 仙界禁地之一 禁忌山脉深处 哄 惊天动地的巨响出现 吓得周围的生灵瑟瑟发抖 大气不敢喘 一场大战随即展开 九道身影 分成两个阵营 不断地发动攻击 产生碰撞 轰轰轰 一连串的巨响 震耳欲聋 别看凌峰的修为 只有先尊出气 真正的实力 却远不止于此 别的手段先不说 仅仅是不坏精神 加上行字密 以及九转分身术 三者结合起来 毫不夸张地说 就算是遇到半步仙王静 凌峰都有信心一战 即便不敌 逃是肯定没问题的 行字密用出来 半步仙王静 别想追上 第769章 仙王巨首 在禁忌山脉的最深处 一片神秘而危险的领域 为了验证自己的实力上限 凌峰操控着本体和八个分身 分成两个阵营 展开了一场惊天大战 每一次攻击 都犹如雷霆万军 让整个空间都为之颤抖 身影如同鬼魅般穿梭 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出无尽的威压 此时此刻 隐藏在禁忌山脉深处的 那些仙尊敬仙兽 都不敢轻易发出一丝声响 生怕自己稍有不慎 便会引起那几位可怕人类的注意 这些仙兽平日里 都是这片山脉的霸主 然而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也只能选择默默隐藏起来 不敢露面 随着战斗的进行 其产生的余波 不断扩散开来 如同一股无形的冲击波 席卷四周 所过之处 无论是高山峻岭 还是深谷幽灵 统统化为一片废墟 方圆百万公里内的一切 都被夷为平地 仿佛遭受了一场末日浩劫 幸好禁忌山脉 作为仙界禁地之一 面积广阔无垠 百万里范围 不过沧海一粟 对整个禁忌山脉 根本无法造成任何影响 近情的大战一番后 凌峰收起分身 独自站在废墟之上 闭着眼 享受大战带来的快感 好久没有如此 酣畅淋漓的战斗了 在魔狱的时候 都是尽量收着力的 怕一个不小心 就把曹亮给杀了 许久之后 凌峰发动杭自密 身影消失不见 转瞬间便回到逍遥风 九转分身朔 八个分身出现 全部盘西二座 开始了闭关修炼 尽管战斗力 直逼半步仙王境 依然还不够 遇到真正的仙王境强者 只能跑 何况魔戒之子快要诞生了 那可是一位超越 仙王境的存在 不抓紧时间修炼 一旦魔戒之子诞生 仙界 妖族 龙族 无人能与其抗衡 对于诸天万界来说 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凌峰可不管什么希望 什么救世主 就是单纯的 不想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别人来左右 唯有努力修炼 方可掌握自己的命运 仙界 太出圣地 天机子睁开双眼 最近众生愿力越来越少 修为提升的速度 便慢了许多 没办法 想要吸收更多的众生愿力 就得时常出去走走 碌碌面 时刻提醒大家 我天机子是三大仙王的弟子 诸天万界未来的希望 大家要相信我 只有我能拯救诸天万界 拯救众生 如此一来 才能保证源源不断的众生愿力 可如今的天机子 并不敢随意离开太出圣地的 因为太出先王说过 他已经引起了三大魔王的注意 魔族启动了针对天机子的猎杀计划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有魔王进强者出现 将他斩杀 相比之下 太出圣地是唯一比较安全的地方 毕竟有太出先王这位最古老 实力最强 而先王坐镇 就算三大魔王来了 也不一定能讨到好处 如果天机子 真的是诸天万界未来的救世主 那么他就不得不出去抛头露面 吸收众生愿力来提升修为 否则根本无法对付魔界之子 然而事实上 天机子并不是 诸天万界真正的希望是凌峰 天机子是用来吸引魔族目光的 所以 完全可以一直待在太出圣地 这也是他没有出去的原因 众生愿力少点就少点吧 只希望凌峰能快点成长起来 此时 仙界三大先王正聚在一起 太出前辈 自从突破仙尊境后 天机子的修炼速度似乎放慢了不少 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很难对魔界之子构成危险 灵须先王率先开口 天机子的修为主要来源于众生愿力 魔族针对他开启了猎杀计划 导致其不能随意外出 众生愿力减少 修为自然提升的慢 太出先王解释 那可怎么办 天机子是我们诸天万界唯一的希望 如果连他都对付不了魔界之子的话 我们前期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诸天万界将彻底落入魔族之手 遥迟先王面露担忧之色 魔界之子的威慑力太大了 诞生便是超越先王境的存在 天机子都不行的话 无人是其对手 太出前辈 我们等了整整三百个纪元 才等到天机子这一线希望 可不能功亏一篑 灵须先王补充道 那你们的意思是 太出先王出声询问 让天机子出去露露面 吸收众生怨力 快速提升修为 我们三人在暗中守护 防止魔族突袭 有我们在 即便明和 幽燕 暗同他们联合出手 也别想杀天机子 灵须先王提出建议 太出前辈 我觉得灵须说得对 必须让天机子尽快成长起来 毕竟谁也不知道 魔界之子何时诞生 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 否则诸天万界威夷 遥迟先王附和 太出先王没有说话 心中在想 要不要把那件事公布出来 天机子 只是用来吸引魔族注意力的 真正的希望 另有其人 现在让天机子出去冒险 不合适 也没那个必要 静静地待在太出圣地即可 想了想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既然答应过天机子 这件事 只能有他们两人知道 在没有征得同意之前 太出先王并不准备告诉第三个人 即便是灵须先王 和瑶池先王也一样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容我再考虑考虑 太出先王回答 太出先王 涉及到整个诸天万剑的生死存亡 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灵须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据我所知 魔族已经针对天机子 启动了猎杀计划 一旦离开太出圣地 明和 幽燕 暗同三个家伙 肯定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以我对魔族的了解 他们甚至可能 为了杀天机子 以绝后患 牺牲掉一位魔王 太出先王沉声道 灵须先王 和瑶池先王沉默了 要是魔族真的愿意牺牲一位魔王 来暗杀天机子 成功的概率极大 谁都无法保证天机子的安全 包括太出先王 那怎么办 灵须先王和瑶池先王同时发问 我再想想办法 第770章 造势 三大先王聚首之后 太出先王找到天机子 把灵须先王和瑶池先王的意思说了一遍 两位先王都希望他能离开太出圣地 去外面宣传造势一番 吸收众生之愿 把修炼速度提起来 以最快的速度超越先王境 成为能够抗衡魔界之子的存在 虽然太出先王是先界最古老的先王 也是诸天万界最强者 却也不能完全无视灵须先王和瑶池先王的意见 毕竟整个先界 就他们三位是站在最巅峰的强者 有什么涉及到诸天万界的大事都要互相商量着来 太出先王不可能搞一言堂 就算出现意见分歧的情况 也必须尽快引导在一条路上 这么多年来 正是在三大先王的领导下 先界才能将魔界压制住 使其称霸诸天万界的野心无法实现 要是三大先王三条心 先界乃至诸天万界早就沦陷了 哪里还有现在的安稳日子 天机子听完后沉默不语 以他目前面临的情况 自然是待在太出圣地最为安全 反正自己只需要吸引魔族的注意力即可 至于对付魔界之子 拯救诸天万界的大事 交给凌峰就好 相信以凌峰的天赋 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肯定可以做到 一旦离开太出圣地 就有可能遭遇危险 可不出去 灵虚先王和瑶池先王 就会质疑他的能力 对后续的发展会产生影响 甚至会怀疑 自己究竟是不是诸天万界未来的希望 如此一来 凌峰就会有暴露的危险 即便机率很小 天机子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事发生 太出先王看出来了天机子的纠结 说道 要不就把真实情况告诉灵虚和瑶池吧 这样他们就不会质疑你了 你也能安心待在太出圣地 不行 不能说 天机子想都没想 就直接拒绝 诸天万界未来的希望 另有其人这件事 事关重大 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包括灵虚和瑶池两位先王 当初告诉太出先王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太出先王是昆虚境的持顶者 知道诸天万界还有人在昆虚境没有出来 没办法的情况下才说的 否则天机子不会跟任何人提起 不是不相信 而是为了安全起见 越少人知道越好 天机子 其实你不用担心消息会泄露 灵虚和瑶池都是我仙界的最核心的重要人物 不可能说出去的 太出先王解释 诸天万界一共八位先王竞强者 仙界和魔界各三位 妖族一位 龙族一位 仙魔两界乃是敌对 妖族和龙族则在中间摇摆不定 并不想参与仙魔两界的争斗 只想自保 也就谁说 灵虚先王 瑶池先王 加上太出先王自己 组成了仙界的最高决策层 仙界 乃至诸天万界的所有大事 都是由三人商议决定的 任何人都有可能背叛仙界 他们三位绝对不会 太出师尊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我不是不相信灵虚师尊和瑶池先王 实在这件事是太过于重大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我还是坚持 绝不让第三个人知道 希望您能理解 天机子依然不怂口 事关灵风的安全 以及诸天万界的未来 不得不慎重对待 不说的话 后续的事情就会很麻烦 我没办法说服他们 时间一长 到时候爱 太出先王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那我就答应灵虚师尊和瑶池师尊 离开太出圣地 去外面造势 我刚说了 这样做会非常危险 一旦魔族不顾一切的铁了心要杀你 就算我和灵虚 瑶池联手 都未必能护住你 毕竟我们在明 敌人在暗 魔族的手段又令人防不胜防 太危险了 我死了没关系 只要能够迷惑魔族 让魔族放松警惕 以为替魔戒之子扫清了障碍 就值得 天机子想了想说道 要是他的死 真能迷惑魔族 让灵风可以有时间安安心心地成长 死有何惧 不行 你不能死 太出先王立刻否决 他早已将天机子 当成了自己的一波传人 自然不希望看见其死在魔族手中 况且 事情远没有发展到 需要牺牲天机子的地步 完全没必要 实在不行 不去管灵旭和姚池 也能拖一段时间 太出师尊 还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 还能造势成功 吸收更多的众生怨力 天机子问道 说实话 为了吸引魔族的注意力 成为三大魔王的眼中钉 肉中刺 谁都会感到压力巨大 天机子也不例外 那可是三大魔王 相当于先王境的存在 自己不过是一名小小的先尊而已 我想想 太出先王说完 陷入了沉思 天机子也不打扰 脑海中思考 怎么才能破局 既能保证自己的安全 又能不引起怀疑 让凌峰能一直隐藏在暗中 过了许久 太出先王才说道 不如这样吧 你以三大先王弟子的名义 召开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盛会 邀请诸天万界的青年天骄们 都来参加 商讨如何对付 即将诞生的魔界之子和魔族 这样做 或许会比出去造势更有效果 当然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但怎么说 也是在太出圣地内 属于我们的主场 危险肯定要小很多 好 就按太出师尊您说的办 天机子点头同意 召集诸天万界的年轻一辈 来太出圣地 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就目前来说 既安全 又能造势得到一批新的忠实崇拜者 众生愿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多起来 除此之外 还可以吸引魔族的注意力 那我现在就去找灵虚和姚翅商议一下 你也准备准备 可不能丢脸 别到时候造势不成 反而被当着诸天万界青年天骄们的面 被打落神坛 太出师尊您放心吧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天机子保证道 说到青年天骄 算上仙界三大圣地 三十六栋天 七十二伏地 以及妖族 龙族 他只负一个人 那就是灵风 第七百七十一章 时机到来 很快 一则消息传出 直接引起了轩然大波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而言 三大先王的弟子 诸天万界未来的救世主 天机子 向诸天万界的所有青年天骄 发出邀请 希望在三年后 能到太出圣地一举 共同商讨 如何应对 魔戒之子的事宜 如果是别人说出这种话 肯定会被无情的嘲笑 甚至谩骂 诋毁 魔戒之子 是谁都能对付的吗 那可是一位诞生 便超越先王境的存在 区区一个刚刚踏入的仙尊境 也敢妄言对付 超越先王境的魔戒之子 简直是不自量力 但天机子不一样 因为他是三大先王认定 唯一能阻止 魔戒之子脚步的人 所以大家听到这则消息 并没有感到任何意外 更是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自己竟然也有 参与商讨 对付魔戒之子的一天 如果将来魔戒之子 真的被天机子打败 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份功劳在里面 想到这里 无数青年天骄们 感到自豪不已 其中还有一部分 自命不凡的人 认为这是自己 扬名立万的最佳时机 绝对不能错过 天机子的邀请 已经发出 立刻传到万妖国 龙之谷和魔狱 妖族和龙族 都表现得非常重视 表示不会限制族内的青年 天骄参与 其实 两族对于仙魔两界的争斗 从来都是处于中立的 并且希望能一直延续下去 然而魔戒之子的诞生 势必会打破 仙魔两界的平衡 一旦魔戒击败仙界 魔族成为诸天万界的统治者 那么 妖族和龙族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 被魔族灭掉的可能性极大 还好天机子的出现 让两族看到了一点希望 魔戒之子诞生 就是超越魔王境的存在 仙界只需出现一个 超越仙王境的强者 双方依然会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因此 妖族和龙族都想了解了解天机子 确定他是否真的能对付魔戒之子 好早做打算 此次天机子召集诸天万界的青年天骄聚在一起 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容错过 魔族没有任何动静 毕竟聚会的目的就是商讨如何对付他们 要是魔族的人去了 必定有去无回 消息传开之后 许许多多处于闭关中的青年才俊 都纷纷出关 准备前往太初圣地 与天机子 以及诸天万界各路天骄商讨对付魔戒之子和魔族的相关事宜 时间流逝得很快 转眼间 距离天机子发出邀请的期限 只有三个月 不少人都来到了太初圣地等待着圣会开始 天侧府 逍遥风 正处于闭关之中的凌峰 接到师尊李玉良的召见 到了议事大厅 发现几位师兄师姐都在 大家看凌峰的眼神都有了些许变化 要不是这位小师弟在昆虚敬救了妖族凤梨 结交了天机子 天侧府恐怕很难度过危机 师尊的伤势也无法恢复 凌峰见过师尊 见过大师姐 二师兄 四师兄 五师兄 六师姐 凌峰客气的招呼 都是自家人 就不必客气了 李玉良摆摆手 体内摩契已经完全清除干净的他 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 状态比之前好了不知道多少倍 加上重伤期间 心态发生了变化 多年未曾精进的修为 有了松动 李玉良已经在着手准备冲击仙尊巅峰了 成功实力将再次迎来巨大的跨越 是 师尊 凌峰说完退到一边 跟几位师兄师姐站在一起 静静等待着 这次让大家过来 是想问一问 三个月后 天机子在太初圣地 召开对付魔界之子和魔族的聚会 你们有没有兴趣参加 李玉良询问 师尊 弟子想前往 顺便见识见识天机子 和众多青年才俊的实力 大师姐韩雪柔带头率先回答 师尊 我就不去了吧 留下来看家 接下来是二师兄欧阳巡 很有自知之明 身为天策府的画室人 就算他想去 李玉良也不会同意 去了天策府的琐事 谁来处理 师尊 弟子想去 师尊 弟子想去 师尊 弟子想去 四师兄左观山 五师兄宋南西 六师姐绕小青 都表示想参加 天机子是三大先王的弟子 诸天万界未来的希望 号召力无庸置疑 凡是有资格前往的 基本都会去 不为别的就为见见天机子和诸天万界无数青年添交 也绝对不许此行 你呢 小风 李玉良看向林峰 师尊 弟子一直在闭关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欧阳 给你小师弟解释解释 是 师尊 二师兄欧阳巡把天机子邀请诸天万界青年添交到太初圣地 一起商讨对付魔界之子和魔族的事情详细讲了出来 听完后 林峰决定前往 到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和天机子单独聊聊 确定了人数 李玉良让韩雪柔带队 除了林峰几人外 天策府的一些附属势力继承人也要去 一行十数人的队伍 在韩雪柔的带领下 一个月后 前往先界三大圣地之一的太初圣地 魔域深处 禁闭 杀天机子的时机到了 我建议两个月后 不惜一切代价 斩杀天机子 为魔子大人的诞生扫清障碍 等到魔子大人诞生 必将带领魔族彻底统治整个诸天万界 说话的是明和魔王 明和 会不会是一个陷阱 故意引诱我们上当 优业魔王提出疑问 天机子在这个时候 召开商讨 对付魔界之子和魔族的聚会 目的确实有待考证 就算是陷阱 我们也能一定要去 到时候 太初圣地将聚集无数诸天万界的青年天骄 其中甚至会有不少 是仙界各大势力的继承人 我们可以一并除掉 为以后魔族攻打仙界铺平道路 明和魔王回答 去世肯定要去的 这么好的机会 不去就太可惜了 至于具体的细节 还要多研究研究 万万不可草率行事 暗同魔王说道 关键时刻 要不要动用您和魔王问道 可 幽燕和暗同两位魔王同时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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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ウイン